换这种产品也是一样的 对应的他这个口在这边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是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合的 你要旋转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大的都是都是要这一个 这一个产品这一个家具的 是你把这个位置留好之后 然后这个这个位置 就旋转这里把它移到中间 这里这个顶头的也是一样的 然后也是同样的步骤 把字句放在这个这个位置 然后用定位气缸 先用定位气缸 先定出发 然后 再拿气缸气缸这个位置 如果他不合 就不对应这个口 那么肯定需要 先调这个高度 调这个高度 就是我们这里会有 也是会有一个的 有一个就是对应的这一个的 是这一个 那就以这个位置 47 大概就是这里 然后左右位置 499 99是在 这个位置 你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就 就可以 就可以 先 再次 定点 如果不再 还是一样 就是调这些位置 然后再 就可以开始 这样 然后贴的位置肯定是是按照他你贴的那个位置的 这种产品呢 先是有这种一张就是参考的位置参考位置 像比如说这一个的话是这一个的就第二款 而且他有输送位置贴标的左右位贴标的左右位置就是这里 这个是他的左右位置 然后高度高度是这一个这一个的 然后他的夹具是小的夹具 这种是大的夹具 然后这种下面这个是 这个是小的夹具 上面这个不用换 就只是换下面这个就行了 然后这一种是这样的 原先他是可以扭这一个的 扭这一个他整体都动的了 这里 扶到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里 也可以看下面这一个 看到标准 这一个 这个参考位置来 这个输送位置是140 正好在这块位置 然后 然后 也需要把它调到中间 到这个位置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的 这一个旋钮的 调到中间位置 然后我们启动 这个位置放上来 然后这里有会有个定位气缸 你排卦 这里 这里 这边有个定位气缸 定住 然后 标头要吸住 这里 还帅 这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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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去 就是这个位置 是这个 好 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开自动了 金魚 鰹 鰹